無線電視 肥媽 做主持 偶像派 甜品 冰島 肥仔 買菜 小男人 陪女朋友 可否兩個都不選 文明斯 因為他經常載我 六號 第一次和肥媽合作害怕嗎 當然害怕 你想想 他走過來的身形和氣勢 真是想殺死人 不是TVB的節目 是舊公司收費電視的節目 當時真的害怕 我記得和他類似主持 一個流行經典50年的節目 當時是有唱有跳 當時真的第一次和肥媽做 肥媽再年輕一點 那時的火更厲害 肥媽是一個很好玩的年輕女 她喜歡說什麼也可以 其實她的嘴巴是很厲害 轉數又快 肥媽做節目 經常說我罵我好認 那些會不開心 不會 她不罵我 她不說我才不開心 因為我不知為什麼 我引到她說我 或者有時候整股完她 她罵我 是一種樂趣 我想我和她合作 我有一種被虐的心態和傾向 而且觀眾很喜歡看這件事 而且很難得 譬如你做一個節目 可以做下巴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享受 你如果找到位子 去一下她 或者去偷襲一下她 成功了一個滿足感 更大的 其實肥媽 她口說什麼 即是說我罵我 其實她心底裡很疼我 那些廣告 她都要拉我 我經常一起去拍的 即某程度上她 除了是我乾媽之外 還可以說是 在我經濟上的奶媽 你說詩兒是否很好 日穩 我想心味 阿Bob那些 應該會很好 我覺得我自己 剛剛足夠 有一次好笑 譬如我們做大秀 都會在房裡對稿 通常由頭對到尾 有一次對完 突然間 Lisa姐說 我和你一起對稿 我以為一對就對開頭 誰不知她一跳 跳到不知道第七十八頁 我說 Lisa姐你在對哪 我現在在對尾 我不好意思 我掌握不到你這麼快 他們那些思維 其實很跳躍 有一次我記得 彩排和Doo姐 好像做慈善秀 好像是 我和她一起出台 可能要扶著她 一直下台 然後那一刻 我拍攝突然沒有聲音 我就不說 他說 Lisa姐說 6號 你不用管的 支麥克風聲 你都要照說話 因為你的責任是要說話 那麥克風聲 是音樂方面的責任 你要先做你自己的責任 我說 原來是這樣 我以前沒有做過 大宗未跟前輩學 原來這些時候 你是要這樣處理 真是掌知識